中国讲教 教是教化的意思 教育的意思 怎么样教化众生 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好 教是行为 化是借口 我们接受圣贤人的教导 于是就产生变化了 这常讲变化气质 化物为善 化迷为物 化反为善 这是讲教学的效果 所以中国人用的词汇 教是因 化是果 意思非常的完美 这讲儒家 道家 佛家 这三种教育 借名于海内 你看看 是教人民觉悟啊 海内是治中国 在中国推行 借名的教育 你看看这个意思都好 借不是迷信的 是教众生觉悟啊 礼同处于业运 他的理论及这个根据啊 是相同的 那么在形式上来看 都是依据孝道 私道 这是如是道 三安家了 都讲孝道啊 都讲尊私 虽然他们说法不一样 方法呢 也尤其有这个差异 他的方向 目标 决定是相同的 所以道 并行而不悖 中国这么大的富裕 这么多的人口 再重新 国家 没有列这么多的学校啊 谁去教化众生 这个三家 他们担负其教化众生的责任 帮助国家 帮助帝王 帮助社会 使社会大众 真正得到了 安好 努力 幸福的生活 这是把这个三安教 他们的殊胜利益 一鱼道破 一鱼道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